公車開進維修站駕駛也準備午休 停好車立刻接上充電樁 趕緊充電備足下一趟行程典禮 這些都是要配合我跟台電申請到的 這個兼禮峰電價的不一樣來考量 客運業者公車路線橫跨雙北 一趟跑下來避免駕駛里程焦慮 就得安排充電 但以現行的電價費率 客運業者通常會選擇夜間大量充電 享有優惠電價 但未來要全面改電動化 充電的需求就會提高 電價誘因恐怕還得再加大 人耗是在我們公車的整個18項成本裡面 是前第三多的 所以以後這個電費 就相對以前的油價 那所以充電的時機 對客運公司來講是相對的重要 像是公車客運業者2030年的時候 會全面改為電動化 而車輛會越來越多 電價就成了業者考量成本的重點之一 另外像是我們的自用客車 電動車會越來越多 要怎麼去有效分配這個充電時間呢 台電就推出了專用電表跟電價 來幫民眾省下成本 我們看到這個分電箱 其實整個線路裡面 它最重要的 它有包含了兩個項目 因為我們這個要管理 所以說基本上 它除了我們的一個電力的線路以外 它還有包括了一個通信的線路 這是我們電力的部分 電動車的專用電價電表 主要在集合住宅商業用戶的停車場 設置充電裝 電價將離風時間從9小時拉長到18小時 等於從晚上10點到隔天下午的4點 如果以夏季電價算 離風時段優惠價一度電2.05元 而基本電價也減少大約80% 那它的特色就是說 第一個它因為它是一個時間電價的概念 我們主要是希望能夠引導我們這些用戶 能夠在離風的時段充電 那就是避開兼風的時段 它的兼離風的價差會擴大 那這樣子用戶才能夠就是 轉移它的這個用電到我們的離風時段 那現在這個價差呢 是差不多差了4倍左右 避開用電兼風改用離風時段充電 專用電價基本費 每千瓦平均降了大約155元 但同於是一支慢充7000瓦充電裝 每個月可以省下一千多元 電車專用電價上路 對不少駕駛人來說 提高購買電動車的誘因 我是鎖定今年要來購入電動車 針對電動車的優惠的政策 比如說它的這個電費 電動車的電費呢 它可以比較優惠一點 而且優惠的時間還蠻長的 而像這一些我覺得都可以增加 消費者購入電動車的誘因 要加速汽車公車全面電動化 達到減碳目標 不只充電裝設置 能源管理系統得跟上 電價的成本考量也是一大推手 TVB新聞玲瓏師劉一鈞台北 採訪不動 掌握全球情緒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歡迎在跳